咱们昨天已经讲过那个过程的用法 咱们去牌的时候 就有个什么呢 实际数 你把那个套进去 比那个牌要简单的多 欢迎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是什么呢 架子牌 你把这个什么呢 数据换成什么呢 换成英文类型的数据 你在数据里面存放什么呢 一到三十六个数字 把它放进来就OK了 第一个 你把它当做数字 原来昨天我们写的字牌 你把它当做数字就可以了 现在我们改一下 加成number 然后这里面呢 是一个整数类型的一个数据 所以说我们也需要在 包里面进行声明 因为我们在别的地方也需要用到 在这里面我们再加一个数据 就是整数类型的数据 加完之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就可以去用了 然后这里是什么呢 数量 表示什么呢 表示现在还有多少个号码 然后呢 你把所有的号码放进来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选的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号码 所以我们反过的是 印度类型 印度类型 然后呢 这里面是具体的一个号 这个就不需要了 也就是说 最后我们反过的是这个号码 这个号码呢 是需要数据数来做的 SotoNumber乘以这个V6值 也就是这个数据呢 我们下标也是从0开始的 SotoNumber乘以它的一个随机数 然后它是它的最小值 这是一个下标 下标只要是这样的 然后通过下标 从这个数据里面去取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呢 就是号 就是一个号 然后呢 下面这个就是1位 1位 就是从下标的位置到什么呢 到 这个 总数 前按的位置 也就是总数号码前按的位置 这里面就是什么呢 Number 然后这里面就是TotoNumber 1就可以了 好 加成Number 实现一下 到这 这个函数一代实现成功 那么这个题目 就已经是OK的了 现在呢 咱们写个测试一下 或者什么呢 或者咱们做一个过程 来或者这六个号码 或者打印出这六个号码 在这里面呢 我们把这个值取到 也就是说 我们先把定义的篮球和 红球的一个速度 Blue 蓝号 就是我们买Cats Inflation的一个速度 红号 也是个硬度性的速度 然后呢 下面的话 我们初始发这两个速度 过程环 1 1到36 1到36 就是 1到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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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咱们让它从零开始 I-1就等于多少呢 I就可以 数字的话 1到36个数字 下面也是一样 比如说红球的号码 我们电视里面踩着 就是把球先 上门出来之后 然后呢 不断的去抢那个球 也就是咱们先把球 都放到一个速度里面 然后在红桌的速度里面 不断的去出几个球 是一样的道理 红球的话是16个 15个是吧 都无所谓 15就是15 1到15个 然后呢在这里面放 什么呢 12的放就可以了 那球已经有的情况下 我们就可以去调用什么呢 调用那个南部阐数了 篮球的话是6个 是吧 红球的话是一个 1到64 现在难不让它 产生篮球 每次讯法 我们获得一个 球到一个号码 什么在这里面定的 有一个银子代量 比如说一个号码 这个号呢 就等于什么GAT number 知道 GAT number 然后呢 咱们也要放进了一个数字 就是 篮球的一个个数 Blue number 和红球的个数 GAT number 这两个 旋放完之后 篮球的个数 初始化一下 等于36 红球的个数 初始化一下 等于15 然后呢 直接带进来就可以了 如果想获得篮球 你就把篮球的数数 放进来 然后呢 把篮球的总数 不符合你来 不如 那么 就可以了 循环又是 获得六个号 然后呢 我们收复一下 只收复不换行 后后 直接用最后隔开 用最后隔开 就可以了 好 这是栏球的 然后呢 红球 红球的话 直接这样写就可以了 因为红球呢 只有一个 账成Number 你就把红球的数数 传过来 然后呢 红球的Number 然后呢 我们再输出 最后一位 就是红球的号码 然后别忘了 速度什么了 换行 火灯的话不会出出来 之前呢 我们下车 Sore 然后就 Pool 啊 现在直升一下 过程直接成功 直接成功的时候 我先让我们掉下这个过程 看下有没有重复的 没有吧 是吧 这就是蓝球的六个号码 这就是红球的一些什么呢 特别号码 是吧 每次都不一样 对 做了一个 换鞋缸 这就是随机运行的一些结果 是吧 随机运行的 这个是在我们昨天的 那个 斗地主的基础之上 斗地主既然可以随机出牌 那你为什么就不能够想到 定格速度随机取号呢 是不是 这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排的话是 排的话是一个排面 排面的话是字不算 那么数字的话 它就有个数组嘛 整数了一下那个数组就可以了 你把它换一下 这个功能就可以完成了 是不是 有了这个功能之后 不管是篮球还是红球 是不是都可以 使用同一个方法来获得 啊 这就是面向对线的事项 重用 是不是 把功能独立定义起来 不管是篮球 还是红球 就有同一个盘数 都可以完成什么的 完成我们的功能 代码就比较简洁 是不是 你也可以把什么的 像这两个循环 你也可以完成封装 因为这两个循环的 代码是不是类似啊 是不是 你也可以完成封装 是不是 你封装好之后 那么这个代码 也就是 如果出现重复的代码 你都应该完成封装 这就是我们面向对象的一种思想 C加亚入加网面向对象 有的C加亚写出来的代码 根本就不是面向对象的 因为 因为C部分 它面向过程 它已经是 很多年的 经验了 它后来C加亚的时候 它那个面向过 面向对象的思维 并没有完全转换 所以说 它们写的代码 大多数还是 不是面向对象的 面向对象的 还议就是什么呢 最大的特点就是重用 重用 你想想 软件工程 它的工资 为什么会越来越高呢 很简单 它写的 它在这个项目里面 写的功能 它只要付冲好之后 如果下就行了 不需要重新去写 对不对 那么你的开发效率 可以提高多少 本来花了两个月 写了这个功能 现在新的项目里面 只花十分钟 改一下 是不是就可以了 你都提高两个月的效率 是不是 所以在高转件 一定要注意这个问题 如果出现重用的功能 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空招 这样的话 不仅用起来方便 而且维护起来 也比较方便 怎么就可以 证明一个什么呢 过程去完成这个事情 比如说 英语和 那个 初始化 矿码 是啊 初始化矿码 怎么就定一个速度 就可以了 这个速度是任意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 不管是空球 红号 还是蓝号 直接定义 all out 就可以了 然后呢 都是什么呢 整熟的情况的速度 然后呢 在这里面都是什么呢 in out 电量 把它放进来 什么就别当着速度 算数 知道 这不是产生号 这边 end 那产生号的话 比如说 你要产生做饶 之后 咱们就可以定义什么呢 号的number in 莫的情况下 输入参数 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的正能 直接定义 过循环 in 随便一个变量 in 但是呢 我们也要注意 什么呢 传递的 死的现象 一幅号number 不可能是什么呢 如果是小于 如果是小于 等于零的话 我们是不可以的 没有号是不可以的 咱们就可以 抛出一个一场 写程序的时候 我们不仅要注意到 正确的条件 还应该注意到 条件不符合的话 应该怎么来办 这个考虑问题要全面 为什么说 没有定义的程序 写四行 代码 都有办法 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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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中两方 才得出事 考虑必须是大于零 这样的话 我们下面这个 后序 是不是才成效 对不对 一到什么呢 一到 后的个数就可以了 然后呢 初始化 那个数 咱们下面也是 重新开始 等于什么了 等于S不就完成了 知道 这个是个过程 过程一旦 直接成功之后 下面我们的代码 是不是就可以换了 你看这样代码 就变得更简洁了 篮球的数量 我们已经知道 这是16个 是不是 36个 是吧 红球的号码 我们已经知道 15个 是吧 你再写到 这个定义出来 就可以了 那这个 这些全都不要 是吧 这些全都不要 咱们直接变过什么呢 音音和这个号码 就可以了 你想初始化 篮球的话 你就把篮球的数数 重过来 把篮球的个数 重过来 是吧 Blue 号 Blue什么呢 Number 然后初始化 风球的话 也是一样 知道 是不是 更简单了 是不是一样的效果 对不对 写程序要注意重量 如果遇到公文的代码 已经要通过过程 获得函数 如果需要有 反过值的话 你就会通过函数来 重装 如果仅仅是 我们按照的功能的话 那就用过程来重装 如果需要反过值 按这种函数 不需要反过值 你就用过程 然后重装好之后 我们这个代码 就很容易了 是吧 这些功能呢 你在别的地方 还可以什么呢 继续重 如果想初始化 速度的时候 直接把这样的 这个过程都过 是吧 这两个是配套成 初始化完之后 通过它来 或者什么呢 随机这个 写程序要注意 这个思想 也知道了 如果有这个思想 即使这么编程语言 它不是面向对象 你也可以按照 面向对象的思维 来解决这种问题 重装 一定要注意重装 它反而对性能有好的影响 因为过程呢 它已经是执行过了 它不需要重新编译 它不需要重新 它只编译一次 只要语法 OK就可以了 以后在译的时候 直接键用功能 它不需要编译了 如果你在这里面 把这个功能 把这个货循环 写到这里 每次进行这个过程 这个货循环 都要什么呢 重新来执行 那反而会提高效率 过程函数 大大的会提高 我们的效率 这也是性能优化的一部分 也就是说你把你的功能 通过过程函数来通过的话 它的性能会得到很多 因为过程函数它写的代码肯定是比较多的 一行语气不可能通过过程函数 对不对 过程函数函数的代码是比较长的 这些长的代码变异起来就比较费事 所以你通过过程函数函数好之后 直接调用的时候 不需要的 没法检测 这就是这样 咱们为什么要写过程函数呢 就是这个道理 是吧 如果对数函库的 他们肯定是以过程货的 寒数为主的 不过写这两个 用JDVC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用三个框架 三个框架里面 只是面向对象的一种 设备变成方式 如果你没有变成经验的话 用三个框架是比较好的 如果有变成经验 直接用DSP加设备 和加 推出过程 为什么没有经验的 用这个呢 因为如果让没有经验的 进入JDVC 他用不了 因为很多细节 如果没有五年以上的 数几库的变成经验 我们JDVC写出来的代码 他不无人家 Hurbanet的 碰到的话 就这个道理 也知道 如果你是JDVC经验 分散风波的话 直接用JDVC操作 比Hurbanet的三个框架 运行速度要差得多 这个 这个不是很清楚 这个是一个函数吗 这个函数反复的结果是多少呢 做个数字啊 0.0 它跟我们架是一样的 大于等于0.0 小于多少呢 1.0 大于等于0.0 小于1.0 那如果你想起到 你看我们的下半 为什么是从0开始 比如说 如果是10个数据 你看 我们为啥让 比如说16个红球 对不对 我们为啥16乘以它呢 你看 16乘以它之后 扩张的倍数 是不是就是相当于0.0 小于16.0 0.0小于16.0 咱们再求普洛函数 那时候不可能起到16 是不是可能是0.0到15 那0.0到15 是不是就是刚好我们就做成绩下降 对不对 咱们只是为了扩大倍数 它是个小数 那我给你试一下 这个很容易啊 他说你要调回自己去测试这个功能 这个是非常浓雾的 我们用冰表来做这个 你看是不是就是个小数啊 对不对 就是个小数 我随机的一个小数 明白了没了 对不对 他这个随机 你看 如果随机都是0.0的话 那那就是什么了 那是不是0了 对不对 怎么扩大 如果是10个度扩大10倍 它是不是相当于0.7啊 0.7再求普洛是不是就是0啊 对不对 比如说这个是 扩大10倍是不是4.6 4.6再普洛是不是就是4啊 那这样的话 我们在这个随机下刀子的话 是不是刚好 实际上的指路牌的问题 只是也是一样的 那个 那个 这个铺子 歪里 打不出来 你看我这不是一样都打出来了吗 嗯 你放过我的 肯定可以打出来了 嗯 这个就肯定了 这个 软件不存在随机性了 你们代码写出来之后 我们是人控制代码的 我们想让他说出什么 他就说出什么 啊 我们是玩代码的 不是代码玩我们的 但是往往大多数据玩的 就是代码玩你们的 是吧 玩到你们头空眼花 他这就是什么呢 我们做的那个 彩票那个问题 你看 我们 这个 要想做出彩票问题 核心问题是什么 是不是就是这个随机啊 这个随机咱们昨天在讲那个 红颗牌子的时候 都说过了嘛 你为什么不会去改呢 我可以告诉你 以后的改程序的能力 比写程序的能力更重要 改程序的能力 比写程序的能力更重要 为什么这样讲 你刚进入企业的时候 企业已经有很多功能模范了 这些功能模范之后 拿过来之后 你肯定要做部分修改 这个是改弹嘛 他不会让你去重新写的 比如说分业显示这个模范 他不都去让你写的 拿过来之后 只要需要自己改一下 为什么要改啊 有的分业显示要做是20号 有的分业显示要做15号 那你只要改一下 对不对 改代码是以后开发 你以后开发就会注意到了 改代码其实是 程序员正常的 做软件的一个程序 包括我 我做软件 比如我不敢做什么项目 我都不会去写的 我首先 我首先第一步 才谷歌一下 我不用摆脱 我不用谷歌 谷歌完之后 看有没有功能模范 有的话我直接拿来去用 没有的话 那我只能自己写 这很时间嘛 对不对 有的功能干嘛 干嘛要自己去写呢 但你用别人的功能的时候 你要学会去改 对不对 你要改都不会改 那就麻烦他了 知道 比如说我们作为这个不是一样的道理吗 是不是一样的道理 那你不会内心了吗 知道 像我做那个电子手表那个 指针那个 刚才说我不会做 但是安卓系统里面有一个功能 他就可以对那个图线式的表灯 表盘做错误 所以说我就把他的原代码下来到 我修改修改 哎我的功能都做错 是不是 我都没必要去搞这件事情了 然后 然后我再做网页版的 因为安卓版 手机版的表我已经做错了 我再做网页版的表 那用GS加网省会的 加网省会的 我不会从人开始修改 不会从人写 但是我可以下载一个大脑可以去修改 所以说这个 这个内推的能力一定要掌握 也就是我 我如果给你提供了一个那类似的功能 你要你要按照这个类似的功能去修改到你想要的功能 只要是同类问题 就不应该什么呢 当作一个新的问题来对待 是吧 只要这个问题之间 不管是 不管是现实上的普克牌 还是电脑上的一个成绩数 只要是有共同点 他们都可以当作同类问题来显示 都可以当作 一定要当作问题的共同点 这样的话 你就可以什么呢 有好的一些资料 或者好的一些例子 你得拿来修改 即使你不会 你也可以把它改出来 那昨天我们写 咱们写的这个 赞上栏目的这个水平书 是不是就是按照昨天那个改出来 对不对 你要学会去改 改成你想要自己的功能 哪怕这个代码你不会 也没有问题 我们做软件 软件功能就是先做出功能为止 只要你把这个功能做出来 即使你不懂这个功能 也没有问题 客户需要的是功能 他不需要你做出功能之后 他在讨厌你 这个功能怎么做的 是吧 他不过反过来 去跟你们这个进行实践的问题 只要你把这个功能做出来 那就OK了 是吧 你技术再好 做出 做出不了功能 都等一点 只要你做出功能了 他就不 不考虑你的技术了 是吧 这是那个 叫做靠的 以后我们还会布置一些大量的请 我让大家进行练习啊 否则的话你这个变成思维 不过来 他反而是在那里 一个桥洞一样 越走越窄 没有什么呢 突然太难的感觉 这样的话 你想想你以后 做工作的时候 那很麻烦的 是不是 很多功能都是 都是一样 本质上都是一样的 你就不用再抽筒了 不用再为同类问题再抽筒了 这样的话 同类问题 你再统进去思考 再统进去思路 再统进去血 那肯定类似你了 是不是 做的呢 你的功能是要灵活啊 要灵活 不是不要那么吃吧 只要有同类的功能 尽量的什么呢 去用 尽量的去用 我们在开发的时候也是一样 如果这个功能 比如说 大家一起研究同一个功能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人做出来了 其余的人都不要再去研究了 直接用他做出来的功能 放过来直接用就行了 如果 如果以后有兴趣 你可以去研究 没兴趣就拿到 是不是 因为你是做开发的 不是做技术的 不是像我们老师一样 做老师的话 你们必须要讲用这个代码的原理 是吧 不可能是 讲完讲课的时候 一个功能 哎 我给你讨备一下 修改一下 就这种 那不可能是吧 那大家都学不了成绩了 都能够讲上去 但是你们出来不可能做老师了 是吧 所以说我按照 我对你们是按照什么的 程序员的角度去培养的 我是按照老师的角度去培养的 知道了吧 刚开始肯定的是 以程序员为主 那么做程序员 最轻松的方式就是什么了 重用 修改 这是最轻松的 你要有这个能力 没有这个能力 卖你做起来 真正很累的 为什么有的程序员做起来很轻松 工资又高 有的天地加班 加到12点 工资还少得可以 知道 那这是方法的问题 是吧 我给你充满 这个智商天赋 还是一部分 最轻松的还是什么呢 方法 是吧 方法的问题 这个是我们下面来讲的 就是导入导入 你这个用户下 不敢创业的过程 还是表 就想把它导出来 知道 它都导入导出的 这个很简单 如果很像工具做 一下就做错了 这个不用担心啊 这个问题我们肯定会讲 作为数据户的备份 和恢复 这个是不平的 数据就是生命嘛 如果这个数据就是丢掉了 那你的同龄 同龄做了 比如说那个 像那个 婚姻介绍 介绍网了 知道 那他里的 所有的人的信息 特别是他的生命啊 知道 我们就是人家过来找对象了 连有人都没有 这些都是资料 都是数据 知道 长期来积累的一个数据 那如果数据没有的话 那是很可怕的事情 这个肯定要备份 如果是一个部门表呢 和部门表有一定的关系 就是这 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关系 是不是主外界关系 因最多关系 也就是说一个部门是不是可以对应多个员工 部门编号是部门表的主件是不是啊 主件是唯一的不能服务 那么当员工表里面 当他的部门编号在修改的时候 这个部门编号的存在 是不是只能是在部门表里面存在在这里 不存在它是修改不了 制度约束 那样 SATWNUMBER 等于33 WELL WELL 如果没有部门的员工 咱们统一到33号部门 发生什么图案 就是PARALID的 听到的发生的 是不是复的这样 一表就是复的复表 也就是图表 那么图表里面不存在的 他在这里就更新这点 明白吗 这是一个 那么 图表反过来还会影响到图表 图表反过来还会影响到图表 什么意思呢 就是 你图表里的部门编号 如果在元图表里面已经存在的话 这个部门编号就不能就修改了 看一看 ARBALID的部门表 SAT部门编号 等于55 WELL SATWNUMBER等于10号主门 大家看啊 是不是 修改不了 什么错误 你看刚才是PARALID的 现在是不是CHELL的 是不是只记录啊 它是一对多里面 一对的话是主 多的话是负 也叫做负和值 是不是 然后呢 它的纸表里面也都指记录里面是不是已经有存在记录了 看 现在的ARC的方法是不是纸记录里面已经找到了 找到的话什么不能修改 如果没找到可以修改 比如说 对 这个事实就可以修改 对不对 那假如说我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我想修改这个部门表的部门编号 那这个表的部门是不是也应该做修改 那这一部应该怎么来说呢 假如我确实有这样的需求 比如说我想把10号入门变成70号部门 是吧 尤其是来放人比较迷信是吧 尤其是香港 必须的 他觉得10号部门不给力 所以我换一个70号部门 把部门编号给我换一下 那我完全有这样的需求啊 对不对 你现在怎么把10号部门给我换成70号部门呢 记住啊 这个部门 它是 部门的名字和这个位置已经是做好了 我们现在只要换一个部门编号就可以了 对不对 你想想 你先修改部门表 怎么样 好 好我们再来看 假如我先修改远工表 我把10号改的计时是不是也不行了 因为部门表 因为部门表里面是没有70号这家记录 对不对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那这样的话怎么办呢 假如他有100个列 100个列 100个列其他的信息 那这些信息是不是都是固定的 对不对 你再输入不合适了 直接修改是不是拿的快一些 要想修改的话 你想想 就要修改部门表的部门表的部门表 把10号改的气质 也要修改员工表的部门表 把10号改的气质 这两条语句 他在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有个先修正确 谁先谁做是不是都不可以 能不能不远 执行的呢 那就要用到什么呢 触发器的功能 那就要用到触发器的功能 也就是说 我们在执行这个功能的时候 办法触发 通过触发器 来执行什么呢 一个功能来完成这个修改的收入 触发器执行的功能 可以和我们触发条件执行的一句 认为是定型执行的 比如通知执行的 现在呢 我给大家加个触发器 加个部门表的触发器 触发器也是个独立的项 这个我就删掉了 你可以从过程里面给大家看 触发器也是个独立的 大家可以看到有什么 有没有出一个 是不是出一个 成续包 获成函数 之大 现在我们讲一下 触发器 这个 功能表的触发器 然后这里面是一个事后触发器 你看看 我们对于部门表的行记录修改完之后 是不是常要修改 员工表 对不对 这个行修改 比如说把10号修改到70方之后 是不是员工表 是不是就可以删到70方 这个事后触发器 看到没有 事后触发器 就是操作完之后的触发器 操作完之后的触发器 就是定型执行的 就是up up是什么呢 update up 分文表 如果呢 事后触发器 它可能是分对于行的 是不是 这加什么呢 做一匙肉 整定每个场 然后呢 下面的话就是这个 封装一句 这一点跟程度过程 和函数是一样的 这就是封装 封装 当我们在执行这个功能的时候 比如说 如果你修改了 部分表的东西的话 咱们可以在那里打一句话 再来看一下这个功能 能不能成功 做一匙肉 一直不能成功 咱们把一匙参加 好 出发器 这个情况 因为现在 咱们还没有圣经变量 如果想圣经变量的话 你加上一匙 比如说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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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可以了 也在过程里边 过程函数的话 要把clad换成ease 在突发器里面就不能用ease或者app 因为有clad 这是生命变量 那现在这个突发器一段时间成功之后 现在我更新一下部门表 随便更新一个指导 update 部门表 我sack 部门表的部门变号 怎么刚才更新的一个什么来着 把40号更新成55了 再把50号 55可能试试 看到什么效果了没有 这语句是不是输出了 对不对 这个语句就适合我们那个通试行了 比如说你可以把这个语句换成什么了 update 员工表 比如说当我修改部门表的时候 是不是通过突发器来完成员工表的修改 对不对 这样的话这两条收购局就可以相当什么了 变形执行一样 下个部门编号 等于多少呢 他说不知道你修改的新的指能是多少 但是他有个变量可以起到 它可以通过new或者old这两个变量 old是取得老的指 当你修改到新的指之后 他就放到这个变量里了 直接成功之后 现在我们可以来做这件事情了 现在我把10号部门修改表什么呢 70号部门 现在是不是就可以了 对不对 那么大家再来看员工表 10号就变成70号 对不对 这个刚才我们说的功能 只能通过突发器来实现 别的功能没有 别的功能没有 这个突发器的功能 大家可以理解成什么呢 我给大家画个几个符 大家可以看到 刚才我在这里面其实只写了一条语句 是不是更新一句啊 那是不是也是事物的概念 只要正乱改 是不是只要有一条语句开始 这个事物已经开始了 那现在我回总一下 是不是还是10啊 因为我是不是回滚了 对不对 那现在事物开始 或者事物回滚 或者事物提交 现在都 缺个完之后 我是不是可以肯定一下 对不对 肯定完之后 这条语句 大家看看 是不是都改变气了 是不是 你不管怎么操短 你再打个一个新的界面 因为事物已经提交了 所以说不管打开多少个窗口 他所看到的数据都是一样的 是不是都是70啊 好 知道这个问题之后 我们就快解决了 现在我们这个事物啊 是不是只有一条语句了 这行了 是不是只有一条update啊 好 这是事物 咱们不是讲过事物的调整了 是不是事物的单元模范 对不对 当我们在对这条语句执行功能的时候 这条语句是不是完成了出发器的功能 是不是出发执行的时候 是不是修改了员工表 对不对 通过出发器 是不是完成了一条语句啊 也就是说出发器完全的这条语句 和它可以是认为是变形之间的 它是它的功能的一部分 也就是出发器的功能之间的语句 和我们现在之间的这个语句 它是一部分 也就是它俩是当作一个整体的 它俩是当作一个整体的 也就是这个执行语句是它的一部分 为什么这么讲呢 再来看个问题 那有人说了 我在这里面可能一条语句 我不是也能修改吗 对不对 这也是面试的图长问的数据户相关的问题啊 比如他不问到 出发器里面 可不可以使用登山国语句 那肯定可以了 对不对 真的还要想吗 是不是 怎么已经写出来了 然后他又问了 既然执行更传了一句 能不能执行事物的回滚或者提供 能不能 大家看我画的这个结构就行了 现在我们这个是一个事物单元 也就是我这个圈是一个事物单元 出发器是不是只是这个功能的一部分啊 对不对 你在这里面提掉回滚 是不是就破坏了事物 比如说假如update在下面是不是还有很多个正三感语句啊 是不是有可能很多个正三感语句啊 那如果你在这个committer时代的话 那他下面的语句怎么办呢 是不是就坏掉了 也就是说他是只是功能的一部分 他不作为独立的一个正三感的语句啊 他只是通过出发器完成对这个语句的一个补充 明白了没有 完了只是这个语句的他不是一个独立的正三感语句 所以说他在这里面突发器的语句里面 他没有资格提出什么呢 事物的提出或者回滚 好我们可以来验证一下 这个成功只是代表语法没有错误 另外没有 你在 在创临这个突发器的时候 他是不是只是简单语法 你不可能说突然突发器这个功能就行吧 就像我们定义方法一样 方法定义出来之后 是不是定义的时候才执行方法的功能 对不对 我们现在只是定义 定义的话它是不是只检查语法 那么从语法上我代表那些肯定的 都没有认识东西啊 那下面是不是就是一段PL收贵语啊 对不对 那现在我们来执行一下 咱们再把70号转成10 是不是爆错啊 什么错误 是不是不能在一个突发器里面执行 执行议议啊 因为他是什么的 他是功能的一部分明白吗 他不是作为主义的功能 他只是事物单元功能的一部分 怎么着画个比较清晰的结构 假如说我现在这是一个事物 有四条语题 这个事物有四条正常改语题之行的 那么当你在执行第二条语题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能去触发一个功能啊 触发功能的话 是不是也有一个正常改语题啊 那么这个正常改语题 是不是只是他的组组功能部分啊 这是不是全是一个完整的事物啊 这个地形是不是全是一个完整的事物啊 如果你在这里面就漫然的 肯密的或者若贝克 人家下面的语题怎么办 是不是就坏掉了 是不是啊 所以说在突发器里面不能做这些什么的 事物的失调后面 因为他没有资格 他只是什么呢 什么辅助功能啊 他只是这一行执行完之后 什么辅助的一些功能 可以认为什么呢 他是并行运行的 为什么呢 因为刚才我们说过 正经员工表和一步步表 是不是总有个先后顺序啊 你正经员工表的时候 不能有七十号不存在 你这一步步表的时候 员工表里面有十号这个进步存在了 不能够 是不是啊 这两个出发器 肯定有个先后之间的顺序 那通过出发器呢 是不是就可以让它并行之间了 是不是这两个举题是不是空式之间了 对不对 原来这个道理了没有 这就是出发器 做到一个什么 行级出发器 这牵扯到行 他肯定要牵扯到事物 对不对 因为行级出发器 他主要针对行的一个什么呢 正常感 出发 出发条件 现在我们是update 如果你根据需要 是不是还可以什么意思呢 什么意思呢 咱们再来看一下 假设我data from部门表 well部门编号 等于二看什么也删不掉 对不对 因为什么 是不是纸记录已经发现了 如果想让这个 删除了社会去成功怎么办 是不是也是出发器的功能 但是这个功能要慎用 不是说所有的一对多关系 都可以这样处理 部门和员工之间的关系 可以这样处理 比如说像大大企业 想金融危机发发的时候 他可能砍掉一些部门 对不对 那把这个部门砍掉的话 这个员工是不是就失业了 这是不可以正常的 删除一个部门之后 员工是不是也删掉 这种一对多是可以的 那假如说 比如说我们之间的一对多 一个老师是不是对多个学生 那假如说这个老师辞职了 那不能让学生开出掉 所以说他这个功能就没有做到什么了 没有做到极点关系 如果你确实需要的话 你可以通过出发器 来把评计想要的功能 默认情况下是不可以的 明白吗 默认情况下 删除掉记录 如果他的纸记录已经找到的话 是不可以删掉的 如果确实想要这个功能 你只要通过什么就可以了 是不是出发器啊 对不对 出发器 这时候我们可以再建个三尺的出发器 三尺的出发器 是不是 然后呢 当我们的删除的时候 这条语言应该改成什么 是不是删除员工表 WELL DAV的NUMBER等于多少 什么O这点 是不是你操作的那个朋友没好 对不对 你所操作的那个朋友没好 好 写错了 是吧 replace 那现在我在三尺 刚才三尺的那条记录啊 二十号部门是不是就可以删掉了 对不对 缘工表里面就已经不可能二十号部门的记录了 对不对 你想 还要的话就怎么办 这也怎么办 因为他的事物的一部分嘛 是不是又有了 二十号部门没有了 明白了没有 出发器执行的功能 他指他所触发条件 社会局的功能的一部分 不是全部啊 是一部分 所以他没有什么呢 提标或者合管 那现在这两个出发器 我们能不能合并在一起呢 能不能合并在一起呢 和大口合并了 你刚才想 在挑战一个表达中 不管是更新 还是 删除 如果这是正对一行的话 操作是不一样的 如果只针对预计的话 你可以生平和一起 现在看一看 现在这两个肯定合并不了 对不对 因为一个是删除的 一个是更新的 如果合并在一起的话 你咋知道它是更新 反正删除了 因为这不都是这个桥垫 对不对 也就是说 只要桥垫成立 这不就会直接这个北岸的预计啊 对不对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肯定没有办法写在一起 这是正对与自己的出发器 那么如果正对行级出发器 我们就可以这样来写 正对于自己的 这是行级出发器 如果正对于自己的出发器 我们就可以这样写了 比如说 你没办法 就是正对于什么呢 员工表 treator z pry个 创的语法都是一样的 员工表 就是这个 他只能语句超的的话 就可以盯盯多个语句 就是说 他只能语句 不是存在一行的 这条语句 只要这条语句执行 不管它影响的航数为0还是1 这个触发器都会执行 如果是航级触发器的话 如果影响的航数为0 这个触发器不会执行 怎样我们可以做个对比 比如说 也就是超过之前就应该先执行触发器 比如说 Insert Update Delete 按什么呢 约工表 然后呢 就可以按着 这些部分 也就是语句操作之前呢 我们就可以先执行这类型 比如说 我们可以上面一个 EMP表的 Salary dissipation 放大 然后呢 我们 slip Max 인풀이 aff 取出最大的薪水 只要你算个钱 不管是影射的 只要对员工表的操作 是不是就可以完成这个事情 对不对 这个出发率一旦这些成功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 在员工表里面的记录 最大的薪水是什么 是不是2万多 现在很简单 现在我不管是生产改 都可以要 我update的员工表 我staff等于3万 是不是就是最大的薪水了 对不对 from什么呢 update well条件是什么呢 EMP number等于多少呢 比如说455万 大家看是不是还是2万多 说明什么问题 他是不是先值钱啊 对不对 你看看我们是同一个用户来操作 这个跟45没有关系啊 这种跟45是没有关系的 他科学完之后 即使你45不起票 他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这个最大的薪水 是不是3万 是不是3万 对不对 那说明谁先值钱 谁后之前 出发去是不是先值钱 你看这比过 是前出发去 当你在地区中山改操作之前 是不是就是这个先值钱 对不对 那样地区在操作之前 他做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他做起了什么的作用呢 你讲记录 他做的都在改 这些记录书被影响到这里的时候 一直 因为他的记录之前 这个操作了 所以说这个操作就没有太大意义 没有太大意义 那这时候我们用行 用之前操作的主要是为了 说明这个操作 能不能执行 有没有这个资格 比如说 怎么看呀 如果是星期六星期天的话 这个员工表是不能做操作的 是吧 假如咱们有这样的规定 咱们就可以这样来做了 看下当前日期 SYS对手 那么当前日期呢 它这个日期函数 我们要把它转换成什么呢 字符串 就这样 转成星期几的话 这是什么呢 对 如果它等于什么呢 星期六 有时候 有时候周六和周日是不上半就不能对这个操作 你看啊 它不能托到是不是就是破坏它的词形啊 要让破坏它的词形 是不是就是一场来处理了 只要处理一场 所有的是不是都都 都算结束了 事物也算回本了 对不对 对不对 让位置 但我们可以 好 这边成功了 那现在我们改一下 还能看到我的机制吧 等下改到19号 星期六啊 看到了没有 是不是这个操作就不生效 对不对 只要现在到出现一场 这个领域肯定是不行的 这样看 比如说我修改 修改455 我修改成4万 这个领域是不成立的 你看 连纳克的信号 多让我们员工员 是不是还是杀了 对不对 出现一场 45 贸易都回滚了 这个领域就操作不成立了 也就是说 你做任何操作是不是都不可以啊 这就是事前出发系 他总是看什么样的操作的 应该为了 只要看什么摄像上的 这样的话 如果不过调量 我们就可以什么了 抛什么一场中断 你做的任何操作都是无效的 比如说超市管理 下班之后 你敢偷偷的去 去把超市的数据改一下 这是不可以的 随便拿瓶牛奶喝个 拿瓶水喝个 那是不可以的 知道 因为那个机构已经不能再操作了 不能再操作了 它就可以成了 防止那样的现象发生了 一旦到了这个时间点 那么这个数据后是不能操作的 就可以通过程序 像银行系统 它的系统升级的时候 它会给你发个短信 你说几号到几号 银行系统升级 不能做任何操作 这样的话 它就追上了 所有的数据 怎么加了触放 你就不能做操作 过了这个时间之后 那么就可以再次来 对这个数据的操作 对吧 你看 这个数据是 绝对安全的 尤其是银行数据 是的 银行数据 银行数据库里面 它一般采用的 不是正规的 常用的数据库 不是奥远库了 DV2了 它只是偏的数据库 像InfoMate似的 这台数据库 很少有技术人员知道 因为它安全了 或者奥远库 懂的人很多 是没有可能发现 它漏洞是不攻击进去 是的 一个是数据库 一个就是操作系统 它的操作系统里面 也不是常用的什么 Linux Unix 它还是偏的版本 也就是说 银行数据 它是绝对安全 银行数据库 它不可能是让一个黑客 攻到银行系统 这个黑客绝对是不存在的 它不可能是 所有的技术都进去的 虽然抽到系统这一层 它就进不去 所以进不去 更别说数据库那一层 是吧 它那个是绝对安全的 否则的话 如果有这样的黑客存在 是吧 那谁也没有 没有他付了 是不是 他只要加几个银子 再次也算啥 是不是 它可以用多个账号 一个账号加个银子 其实呢 银行都可以看上了 因为银行 银行在每天的工作结束之后 它要做负币的整理 比如说像一年取钱了 你们中行的卡 在交行里面取钱了 那交行 工行 中行是不是要把钱赶回交行 你不是说字幕区块 以后我在交行办的账户 我可以到中行随便取钱 那交行要还钱了 是吧 也是说除了工作之类 一下转账的时候 为啥中午转账挺慢的 大家知道不知道 有没有这种感受 比如大家上大学的时候 让你付母金赚钱 周末转是周一才能到 周末转跨异地 一般是不到当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周末时间 这些数据都在贼留 它每天都过去 一看这个数据出现偏差了 那么就有问题 肯定之间面出现了问题 所以马上又可以查到 每个都 因为它都是直干方的 它那个绝对按键 绝对是根本是把小成人 这是我们的出发 我们先休息 看看我们在那里 好 好 好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